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叙利亚发动击了袭击 但是结果呢 现在叙利亚的南方叛军已经被叙俄联军剿灭 美国竟然没有出手帮助 使得美国在叙利亚的势力进一步缩小 这就是美国发动袭击想要的结果 倒是俄罗斯这次占据了上风 对于美国来说 还是非常尴尬的 在叙利亚吃了亏 现在把所有的矛头直接对向伊朗 难道说伊朗就真的这么好欺负 这么多年 美国和伊朗一直是死对头 很多人说 如果真的打起来 那么伊朗会和伊拉克一样的下场 伊朗输是肯定输的 但是能够给美国造成多大的损失现在还很难估计 要知道伊朗背后的俄罗斯显然不会任由美国发动进攻 到那时美国对付的可不仅仅是伊朗 在中东地区 美国一直部署的是一到两个航母战斗群 但是最近我们看到 美国的第三艘航母已经紧急是向中东地区 显然就是奔着伊朗去的 美国三艘航母正在集结中东 要知道前些天伊朗在霍尔布泽海峡集结了上百艘战舰 进行了大规模的实战演练 毕竟美国的经济封锁和石油禁令显然是伊朗无法接受的 毕竟美国是单方面行动 把霸权主义产式的淋漓尽致 面对伊朗的上百艘战舰 美国显然也要在附近集结大量水面舰艇 三支航母编队一旦集结完毕 那很有可能说打就打了 毕竟美国每次打仗之前 都是靠航母编队先发制人 而且这次4万吨级埃塞克森号两栖攻击舰搭载F-35早就抵达附近 美国显然做出一副要打的样子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消息 美国官员称 伊朗在霍尔布兹海峡测射了单道导弹 这是今年伊朗首次测试单道导弹 而且这次试射单道导弹的区域相当引人注意 试射的两枚导弹直接穿越了霍尔布兹海峡 飞行距离多达160公里 直击伊朗本土的靶子 也足够说明伊朗的导弹技术已经相当牛叉 此次伊朗试射单道导弹是由美国间谍卫星发现的 只不过对于伊朗的这一举动 美国也没有做出过多的评价 其实美国显然是非常生气的 而且也是相当的无奈 毕竟伊朗这次试射的导弹应该是法特赫110 这款弹道导弹的射程 估计在300公里以上 对于打击周边地区来说 威慑力还是相当大的 而附近的美国军事基地 显然就不那么安全了 在美国航母编队 正在集结中东之时 伊朗飞弹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 不仅仅派出百艘战舰进行大规模洋炼 而且还是射了弹道导弹 对于穿越霍尔布兹海峡的两枚弹道导弹来说 美国是相当尴尬的 毕竟在中东地区美国有众多的军事基地 那很有可能在战争的第一时间 伊朗的弹道导弹就可摧毁美国在附近的大多数军事基地 那么对于美国的航母来说 伊朗显然有大量的战舰和反舰导弹来对付 虽然说最终美国会胜利是一定的 但是遭受多大的损失还真很难说 而且伊朗数千枚导弹是中东地区最多的 而且背后俄罗斯也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武器装备 这个仗不知道美国敢不敢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供 cape 写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 肉 健 Impac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